新闻首先来看到在昨天下午呢 新北市戏纸秀风市场出现了一名富人 大胆行窃 那么当时这名富人她是在猪肉摊 购买了120元的肉块 接过袋子之后这名富人随意急趁老板不注意 就顺手牵羊 偷走了桌上的猪脚肉 整个行窃过程可以说是行云流水 原来这名富人她是贯窃 早就不是第一次在市场偷东西 好 走 马三层排骨这边挑 这鸡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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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鸡 身穿紫色背心的富人 走到市场一间猪肉摊门口 拿起袋子熟练的东条西街 挑选了将近一分钟后 富人终于拿去结账 但是在接过袋子的同时 桌上猪肉突然不见了 放慢动作再看一次 猪肉不是凭空消失 而是富人用障眼法 神不知鬼不觉地迅速偷走 富人不只偷一次 甚至在后续还想趁老板不注意 伸出快手捞走猪肉 原来这名富人已经不是第一次偷窃 过去也有其他店家遭殃 目前警方也已经掌握犯嫌 要将人绳之以法 夫人以为偷窃手法高超 但哪有这么好康的事 人在做监视器 在看千万不要以为可以侥幸逃过 记者洪小璇余若韦新闻报道